接下來由胡晨浩同學為我們帶來的曲目是 蕭邦原舞曲 蕭邦的原舞曲主要可分為兩大類別 第一類是把實際的舞蹈理想化 另一類是借用原舞曲的形式做成的抒情詩 這首原舞曲就是第二類的代表作之一 幻想式的原舞曲中可以發現到非純粹的原舞曲節奏 而且還是基於放送卡舞曲的節奏 這是由於受到他的國民性影響 這裡有濃厚的斯拉夫民族特有的憂鬱情調 讓我們來歡迎胡晨浩同學為我們帶來的蕭邦原舞曲 詞曲 李宗盛 �佳原葉 音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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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